大家好 歡迎來到炭腩韭菜 本頻道是透過趨勢線型態支撐及壓力的方式來分析個股 100元會員是純粹贊助本頻道 300元會員會在星期三和星期日發布會員影片 會員影片的內容是支撐及壓力個股的分析 大家好 歡迎來到炭腩韭菜 炭腩韭菜 那是他時間下午的5點04分 我們趕緊來錄製今天的 第二部副盤影片 那我們來看一下圓鋼 OK 那圓鋼的部分呢 就比較明顯了 就在前方就是大概有一個 大概56塊的一個部分 55.8 他是之前畫的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畫的 反正呢 他是碰到嘛 他最高的5.6 然後壓壓壓 基本上這一定是抵禍五日均線 那時時時刻應該會蠻多的一個 做支撐壓力的人會看向 這個位置吧 有些人說抓這個長紅K的低點 那或是說抓這個大量 但大量在這個高點 應該是不會有人看這裡 因為這裡明顯沒有防守 所以應該是比較多人會看這個地方 但是 以結構的一個位階來說的話 是等待這裡會更好 因為 我覺得沒有必要太急 要嘛就做這一層 要嘛這裡明確一點的質問 當然我不確定他是不是在這裡 因為今天在這一根的位置 附近高一點的地方 就收了這個下影線 所以說 要嘛等待這一層 最 算是也不算最大 算是一個蠻大的一個位置 大概5.7的地方的突破 或者等待這一層 那或者這裡 更加明確的質問 質問更加明確的質問 其實有 一個方法可以做判斷 就是說 在這個地方呢 比如說真的壓回到這裡 你要看得懂的支撐 壓回一次 再壓回第二次 比如說我把它往上拉一點 比如說在這裡好了 他的低點是 48.7 48.7上去之後 比如說到了52.5 然後又下來一根 然後下面來了這一根呢 明顯我們看日線結構 又是撐在48.7 那這地方就是會形成一個 小的支撐 那小的支撐能不能夠上去這件事情呢 要問主力啦 也不能問我 因為其實就是 如果說主力願意做防守 那就會上去 如果不行 當然就下去嘛 就比較簡單一點 那當然就是 不是說在這個範圍區間 下七八亂買一定要接近這個支撐署再看 好那我們來看創意吧 那創意我剛剛上一部影片有講過 那這個一定是 時時刻啦 如果說你去問任何人 不要說任何人 問我們講 產業面的基本面的就是說 IP股超級好 IP股好棒棒 一定要 趁著現在價格低的時候做進場 大部分應該都會這樣講 基本上 我覺得這個東西 這也不一定嘛 所以說 我會比較站在 覺得說目前時時刻呢 非常的弱 非常的弱 因為尤其他在這一層嘛 他 這裡的突破 比較像是來滿足下降趨勢險 1 2 3 以前看到現在的人應該很常會看我打 滿足下降趨勢險 那理論上他弱的話 弱一點沒關係啊 但是你在這裡做橫盤嘛 那你橫一橫 橫一橫 在這邊突破 也可以嘛 這邊4月底 5月初突破 也可以嘛 但你沒有 你跌得更深一點 所以說現在呢 來到現在下面這一層 但你說會不會 就是守在這一層 這個範圍啊 守一守守一守 然後在這地方做一個突破 突破 並且往上走 有可能 對所以 這個會是我想等的位置 就是這裡的突破 做一個右側交易 那或者 這裡做插針 像這一根這麼深 但是我覺得 我會覺得啦 把他給插破再拉回會更好 可是這低點 1400塊把他給弄破 然後弄破之後再拉回 到這個之上 1425 1430之上 那我覺得說這筆單會顯得更加安全 因為 此時此刻的市場 基本上是 一個非常效率的一個市場 那如果說你硬要去做 硬要去布局一些 就是比較偏低檔 當然我沒有任何的意見 我沒有任何意見 但是那他還是有機率性 跟他的強弱之分嘛 就比如說他現在跌到1445 你覺得說OK啊 那手 在這邊做進場嘛 然後守住這個1400 你無畏懼 被打掉就算了 當然也是一筆單 就是看自己的想法 那我會選擇 是去等待插針 或是做 真的掉下來 做另外一個盤底 然後再往上拉 或者做這一層的右側 會是我現在此刻的想法 所以說現在的市場非常的 垃圾 什麼東西都不會漲 大盤一直跌 那他能扛在這邊 基本上可能每檔個股 都是扛在這裡 那 我可能就會選擇他 就變成說 從 這個不知道買什麼東西 大家都在跌的時候 去挑一些 我認為 未來有機會 往上的一些 這個產業 所以說現在呢 產業面的定義說 這個一定要買 但是我沒有任何知道 他會不會真的跌破之後 真的來跌到這麼深 又跌到1200 來一個超級大的一個底部 這個地方呢 橫盤 然後今年就橫在這個地方 橫在這個地方 這裡才有機會做指紋 然後持續橫在這個地方 每一層都是機會啦 但是我會覺得 如果說現在的我會比較 想要等待一些插陣或破敵方 這檔比較花比較多時間說解釋 因為 他的基本面基本上是無限被吹捧 我們還有這個紅寶 那紅寶的部分呢 就是我停損了大概無數次吧 我記得 我在這裡有進場過 停損 OK 那之前這邊底部有人問 然後我說 我應該是沒興趣吧 然後之後就一直不往上走 這個地方我有印象 這個位置 我把線切掉 我覺得不用看線 好 那再來呢 這個地方有進場過一次 這個被打掉之後 又往回 又做進場 所以這邊停損兩次 這邊停損一次 三次 然後這邊第四次 這邊好像有進場吧 忘記 這裡還是這裡 反正起碼有四次 我們這裡吧 這裡有進場 四次 翻起來破底翻四次 然後打掉 如果走 所以這檔我就連續 一次 兩次 一次 兩次 三次 四次 然後呢 後來這個地方的時候 我記得好像有人在問我 然後我說 我忘記說什麼 你說 我好像說是直撐啊 但是我沒有進場 沒有進場 他就往上拉 然後呢 這個地方我也是沒進場 如果當時候 你的線圖跟我畫一樣的話 那這地方應該是會去做考慮的 對好 那現在此時此刻 我們又要把它看回來 大致上是在 140 公園電腦 今天的展示都不錯 我幫他140吧 140一樣照著這一根 去畫 140的突破 並且回撤做直穩 這樣子 結構上是這樣子 然後 這裡有一次的兩次 對 那這檔我連續停損四次 所以後來後面我就不想理他 那現在會不會理他 可能也不會吧 停損到怕了 好我們來台光電吧 台光電呢 他之前呢 橫盤在這個 算是小區間啦 算是小支撐啦 這裡算是小支撐啦 那 大概今天 跌破了 而且他跌得非常慘 跌了9% 對那他現在此時刻到底是 跌到哪個地方 此時刻到底要跌到哪個地方 那因為在這一檔部分 我是用期貨做操作 我記得很清楚是 呃我好像反覆做吧 我忘記 好像這裡有進場 這裡有賣 這裡有進場 這裡有賣 這根的時候 我決定有賣 所以 最後 每次進場都是 兩口 然後一口賣 兩口 一口賣 所以說現在呢 這在昨天有加碼 應該說又變兩口 對那今天直接跌下去 就直接做點順 那他的支撐 其實我之前是在想說到底是哪一層 因為之前有一次抓這裡 抓這根糕點跟這根糕點 拉過來呢 這裡 剛好鎖住 但是呢 後來我認為應該是這裡 也是剛好今天 450左右 那為什麼會覺得是這裡 因為主要原因是因為 這一根 兩根 三根 四根 五根 六根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反正加前面的 十二 十三 十四 基本上這一個 這一坨線 大概就是在剛好 450的地方有大概 十幾根的一個 碰觸 然後被壓盤 對所以會把這兩根 比較偏屬於說是 假突破 假突破 就是他原本這樣去 有手穩 但是後面呢 反壓反壓反壓 反壓反壓反壓 所以我當時候是有點被 這一根的指紋 給蒙蔽 但他也不算標準的指紋 標準指紋應該算這一根 這根應該才算標準 所以今天 直接一路砸到了這個 大支撐 我覺得這一層是大支撐 因為 我是用周期 來看整個大支撐 像是 這個位置他是從 去年七月底 一路到 這一個 有點久 1月30號才做突破 所以說大支撐是 7 大概又算8 8 9 10 11 12 1 6個月的一個盤整 突破 所以 這根本是大支撐 那當然他收得非常的 拉吉 他收箱子跟這個一樣 基本上沒有下引線 還是到下引線 沒有他是直接完美的到 450 還是最後一盤吧 對所以 我雖然說我認為他是大支撐 但是呢 如果說你覺得 他要再更漂亮一點的話 那就是等在這裡 有一種 消化完這個賣壓之後 再觀察 再觀察 就看自己 所以說 上方假設我把他刪掉 也合理 也合理 就說我們直接看大結構的 這樣子 跟 這樣子 ㄟ 這樣就是清晰明瞭嗎 就是450 就是一個 大支撐 那我們之前進場的一個位置 然後我自己也是有反覆去賣的那個位置 他是一個 小支撐 那 沒有什麼問題吧 大支撐是這樣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細格 喔細格 哇這個看起來更複雜 我們另外一邊看好了 複雜 就這邊看好了 恩 把以前刪掉好了 我們來抓一下 這裡 那你看像這一檔啊 他的大支撐理論上在這一坨線的時候 他應該是在62 但他偏偏不到62 在64 直穩 就往上飛了 對所以 我們在進場的時候你就要知道說 他的風險性在哪邊 風險就兩個嘛 你選擇大支撐買 那就買不到的風險 他就往上飛 那第二個風險是 你在小支撐進場嘛 那就有機會再跌到大支撐的風險 所以 變成說我以前會說 這一層呢 先下 小部位 那往上拉 就是幸運 Lucky 但是呢 這個掉下來呢 你又有一個 更大一筆 一筆單可以做這個 加倉 因為這裡才是真正的 大支撐嘛 不過到後來呢 我其實也不會這樣想 會覺得 就停損吧 就停損吧 有那種感覺 好我們再看回來吧 那之前在這個結構的時候 會是這樣看 就覺得 高點應該是70吧 不過目前我覺得應該蠻亂的喔 就亂到應該可以 這一個 高點 的 這應該是一個套樓壓啦 個人覺得啦 然後這一根是被出貨嘛 那下來只有支撐 那在前兩根 上週四五都摸到了72 所以他目前整體的一個 非常大的格局 我認為看向這樣應該比較好 因為如果說 你在看向這裡的話 他就是已經被穿線穿到爆掉啦 穿到爆炸這樣子 當然 我覺得這一層 應該比較合理一點 應該要移下來到這裡 比較合理一點的話 所以說 結構上 OK 大的這樣看 小的這樣看 然後 這兩根是破底翻 喔是三根破底翻 破了 然後 長回來 再拉回來 那所以說 6-8是小支撐 對然後 變成說假設這裡去搓進場 這裡是停損 然後這裡 掉下去可能就等到 那這一層 那這一層再不熟呢 就要往這一層 對那目前 我是這一層的突破回撤 大家這樣全部重劃一遍了 OK 那現在 這樣東西應該是 此時此刻市場上的人在看的位置 OK那看一下 寶瑞 那寶瑞 看一下喔 之前也是看不懂 OK喔對齁 他這邊是沒辦法這樣看喔 OK 那看過來吧 如果說我們把這根拉上來 6-8-5 看起來是明顯的壓力嘛 看起來6-8-5 我們之前花一個很複雜 這檔真的是 左看右看都還是很複雜 6-8-5吧 這裡 6-8-5 這裡 然後 523 623 再來支撐的話呢 OK 那目前看起來 比較像是在620啦 看起來的話 就大概畫啦 我覺得我也不一定會很準 就是說 在這裡的時候 他的區間在這裡 但是來到這裡的時候 因為有突出去 突出去 突出去突出去 所以說 他被改變了結構 所以 移到這裡來 目前應該是這樣子啦 這樣看 620 再追進指紋 那確實看到吧 有人有去接 所以說也小小下引線 那可能這裡620 去守住這個底點吧 之前的604 跌破600就走吧 大概上可能 3-4%左右 目前看這樣吧 然後 如果這層的突破的話 我個人應該比較不會興趣 因為他突破接近這裡 750 看自己的銀灰皮怎麼去抓 然後我們在頂基 那頂基的部分是做 合成數值 那他的結構應該是質問 跳空開D 但是馬上 不算沒有跳空開D 只是有殺下去到169 然後又被拉回去 應該 這個應該圖沒有變啦 應該還是看這樣吧 其實我也有點懷疑 我覺得應該還是看這裡 就是170左右吧 170左右 喔 那看他神機 神機現在應該很多人喜歡 因為現在超多那個 EK5就要買 00939 我已經 已經看到已經忘記他們的那個成分股到底有什麼了 交錯在一起 那看一下吧 那像這個神機的部分目前呢 我認為他比較像是 上飄期 這個我們在上週也有講過一次 對我認為他是上飄期 就是這樣拉一拉拉一拉 可能就會往下走 當然這個未必 但因為我們現在也找不到任何他可以去 參考的一個 一個壓力 因為他每個壓力一直 被突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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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甚至這一天還是漲了9.62% 沒有辦法往上 還跳空開地往下 所以感覺上是明顯有人在壓吧 我不曉得 反正他目前這個架構來說 我看不太懂 我比較看得懂還是 他如果 有掉下來到這裡 做一個支撐指紋的話 再做觀察 目前的想法是這樣 對應該說 對看不懂我應該不會 想要做考慮 OK那我們今天這個8檔都結束了 對那有的講蠻複雜的 那有些講蠻簡單 那就是看他的結構上的一個部分 那這東西就還是要多畫多看 那你就給大家知道說 主力在看哪邊 那當充課在看哪邊 然後 我們要看的是哪邊 當充課看的嗎 不是一定是看主力看的一個 支撐的一個架構 所以 我每天花了大概幾個小時 去做一個整理 對那 你只要花時間看這個影片 或許 多看就能夠去 學會 大家算這樣子吧 那我們就 結束了 那一樣 各股問題都可以在 影片底下做留言 對那 如果不知道問什麼 沒關係就看大家問什麼就好了 好這樣子吧謝謝大家 掰掰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接下來會不定期更新 喜歡這部影片的內容 請訂閱及分享 再次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如何付出卡 給ク秤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